女孩被强行按住手臂不能挣脱 校爸拿着滚烫的卷发棒按了上去 馆内瞬间充斥着她的惨叫声 东恩皮肤直接被烫熟 浑身抽搐 而校爸这么做 要卷发棒是否热了 没人会来救东恩 体育馆要是老师都直接给了施暴者 东恩悲痛欲绝 问校爸为什么要欺负他 校爸来的剧因为好玩 就算再怎么施暴也不会有报应 接着又把卷发棒烫在东恩身上 惨绝人寰的叫声让这群牲口更加兴奋 东恩只能一遍一遍喊放开我 校爸为了让东恩闭嘴 居然让一个猥琐男抢吻他 校园暴力让他喘不过气 有了轻声的念头 可死亡的恐惧让他退缩了 烫熟的伤口疼痛难忍 他就用血不停给伤口缓解疼痛 索性脱光衣服 把自己埋在血里 痛比冷更让他窒息 无奈之下 他来到医务室 找校医要纱布和双氧水 校医立马察觉不对劲 校医当者是这样的情况 谁曾想校爸也在医务室 詹詹自喜地说他干的 而且之前每次受伤也是他干的 校医听完三冠岁一地 但他得罪不起后台强大的校爸 东恩决定报警 让他想不到的是 校爸母亲早就把警察收买了 等东恩回到出租屋 施暴者们已经在里面开小灶了 破坏东恩的存钱罐 把辛苦存的硬币都倒了出来 这是东恩一年的生活费 校爸有了想法 只要东恩跳舞给大家助行 他就不动这些钱 不配合的话 他就用运斗伺候 随着音乐的旋律 惨绝人寰的叫声充斥着整个走廊 等到第二天 东恩再来医务室时 校医离职得极其仓促 唯一一个关心他的人也没有了 四处碰壁的他 决定找班主任退学 班主任把他痛骂一顿 不是因为爱惜学生 而是东恩在退学原因上 写的是校园暴力 东恩直接撸起袖子给他看伤口 班主任来了句 这只是朋友之间的小打小闹 没断胳膊断腿 就不算校园暴力 这句话彻底含了东恩的心 说要是被欺负的是你儿子呢 不料却激怒了班主任 他挽起袖子 摘下手表 直接对着东恩一顿输出 接连扇他648个耳光 谁拉都没用 校爸母亲得知此事 直接找上了东恩父母 给了他们一大笔钱 让他们改掉东恩的退学原因 别影响到校爸 东恩父母看着钱两眼发光 毫不犹豫同意 等到东恩放学回来 屋里空空如也 通过房东才得知 父母已经圈钱搬家跑路 还把东恩的退学原因改成了不适应 爹不疼娘不爱 没人站在他这边 世界一片黑暗 东恩彻底绷不住了 在退学前 东恩主动来到了体育馆 这次他的神情截然不同 目光坚定 对着校爸说 以后一定要再见面 露出了匪夷所思的笑容 从此 东恩的复仇计划开始启动 直到15年后 校爸成为新娘 在婚礼上笑容灿烂 施暴者们也纷纷在场庆祝 殊不知 在现场的角落里 一个黑衣员正盯着他们一举一动 女孩惨遭校园暴力导致满身伤痕 报警结果警察被有权有势的施暴者收买 无奈退学却因为原因写校园暴力 被班主任狂删耳光 施暴者给女孩母亲一笔钱 母亲直接改退学 原因卷钱跑路 东恩瞬间一无所有 但他绝对不会放过这些施暴者 也不会向生活妥协 他白天打工赚钱 晚上在走廊自学高中知识 同事笑他这辈子都只能打螺丝 可是东恩内心有着很近 只用了四年时间便如愿考上了大学 进入大学是他复仇计划的一环 他利用大学读书期间 通过社交网站 搜集了这群施暴者的诸多信息 看着一个个施暴者笑容灿烂的脸 而他却备受煎熬 这一点都不公平 为了有足够的资本进行复仇 同时兼职好多份家教 因为漂亮 总是会被学生调戏 几乎没睡过觉 再加上长期饮食不规律 导致严重的贫血 频繁晕倒在路上 幸好有好心人送他到医院 也因为晕倒 认识了男主周汝正 东恩苟延残喘地活着 而笑罢过得多姿多彩 如今成为了气象主播 风光无限 还嫁给了知名财阀 婚礼上笑容都要裂到后跟 施暴者们也都纷纷在场 东恩则一袭黑衣出现在角落 盯着他们一举一动 但他没有贸然行动 因为他要做一个计划 让这群人都一无所有 一转眼五年过去了 笑罢和丈夫有了新家 还生了个可爱的女儿 殊不知东恩就住在他们对面 一直监视着他们的动向 他要让笑罢飞得最高的时候 狠狠摔下来 夜晚 东恩在翻垃圾桶 想看看能不能获取一些信息 却被笑罢的女佣抓个正正 女佣说他半年前就发现东恩了 虽然东恩灵活地避开了所有监控 但他拍下了东恩露脸照片 东恩以为女佣要揭穿他 女佣不但不会报警 还想和东恩合作 让东恩杀了他丈夫 女佣的生活也不好过 每次都会被丈夫残忍家暴 女儿也在劫难逃 女佣则帮他收集这群施暴者资料 一路跟踪偷拍 接着东恩对这些照片进行分析 还真发现了盲点 笑罢女儿患有色盲症 绿色在他眼里就是红色 于是笑罢经常带着女儿去看医生 让东恩惊喜的是 施暴者一号同样是色盲 色盲症是会遗传的 莫非笑罢的女儿和财阀 并没有血缘关系 为了证实这个猜想 东恩故意来到一号店里买鞋 引起了猥琐难注意 东恩一眼就认出了他 因为他脖子上的刺青 之前被校园暴力 就是他抢吻东恩 那个刺青一辈子都忘不了 但猥琐难不知道这次见面 正是东恩计划的 看东恩漂亮 亲手帮他是邪 还装模作样说这家店是他的 就在他吹牛吹的得意忘形时 直接被打脸 原来猥琐难只是一号的狗腿 还经常被一号羞辱 东恩借机挑拨离间 添油加醋 希望这家店真的可以是猥琐难的 猥琐难成功被激怒 让东恩说话注意点 女人他照样打 可眼前的人不再是曾经好欺负的女孩 如今的他是牛骨路东恩 丝毫不怕猥琐难 还说可以让他夺走一号的地位 猥琐难不信 东恩便透露他知道一号的秘密 可以让一号身败名裂 猥琐难心动了 于是按照东恩指示 偷偷拿到了一号的头发 只要拿头发去做亲子鉴定 就能抓住一号和校爸的把柄 猥琐难疑或东恩为什么不报复他 还要和他合作 东恩说因为你一无所有 没有可以报复的 说完便转身离去 下一秒 东恩眼神凶狠 你怎么可能一无所有 你还有命可以被我报复啊 女人表面嫌妻两母 背地里却和朋友白天打扑克 因为晚上还约了其他牌友 不仅如此 他还和朋友一号生了个女儿 给财阀老公带了个大大的绿帽 女儿却遗传了一号的色盲症 这是揭穿校爸和一号偷吃的把柄 殊不知 这一切都被东恩发现 找到了一直被一号欺压的猥琐难 猥琐难从上学时就是一号狗腿 毕业后还是他的狗腿 不仅没有任何福利待遇 还要被一号当出气筒 猥琐难早就积怨一身 和东恩合作 拿了几根一号头发做亲子鉴定 而这就是班导校爸和一号的关键 东恩的目标并不仅仅是施暴者们 还有助纣为虐的班主任 他处心积虑接近班主任儿子 开始了复仇计划的第一个目标 东恩买了数百盒 东恩愣在了原地 这时儿子回来了 东恩热情地和他打招呼 假装才知道班主任是他父亲 班主任一阵后怕 猜出东恩早就接触了儿子 还把他们的生活摸清了底细 东恩把花递给花粉过敏的班主任 差点把班主任送走 班主任气急败坏地拿花打他 殊不知郑重下怀 成功走完一步的东恩 马不停蹄开始了下一步 他来到了围棋馆下棋 并以精湛的奇迹吸引了一个男人主义 这人便是东恩的第二个目标 孝爸的财阀老公 在此之前 东恩就已经调查过他 知道他的爱好是围棋 于是他故意献身馆内吸引注意 一切都按照预期发展 财阀被东恩的奇迹和颜值吸引 难得一遇的围棋高手 还是个妹子 他的身影在财阀脑海里挥之不去 回到家后 财阀专心致志把东恩的棋局复盘 直接无视了一旁的孝爸老婆 他发现东恩明明就能在中途取胜 却拖到了最后 这让财阀百思不得其解 殊不知自己被迫卷入了复仇计划 东恩是怎么练成精湛奇迹的 其实是因为一次晕倒 结识了实习医生周汝正 他对东恩一见钟情 偶然发现东恩对围棋感兴趣 于是交东恩下棋 开始了对他的追求 不停制造见面机会 东恩一切都看在眼里 可是如今的他一心复仇 谈恋爱只会影响他拔刀的速度 女人准备至此 角落的人突然大喊你是我的神 瞬间全场氛围被东恩带动起来 可笑霸脸色僵硬 因为这是被他霸凌过的女人 而这片颁奖场地 便是当年霸凌东恩的体育馆 时隔15年 东恩嚣张出现在他面前 无疑就是想让笑霸身败名裂 和他一样一无所有 颁奖结束后 笑霸气愤地扔掉手里的鲜花 快步走到东恩面前 二话不说给了大嘴巴子 正准备继续输出 被施暴者一号拦了下来 笑霸才恢复了理智 恍然大悟 东恩肯定一直在盯着他 大声质问东恩要做什么 一号赶紧按住笑霸 防止他乱咬 说这里不方便动手杀东恩的 外面都是人 随后假装绅士 代替笑霸刚刚的施礼道歉 说笑霸心智还是个孩子 请多多理解 东恩嗤之以鼻 说你们感情可真好呢 一号见东恩并没有给他脸色 开始嘲讽东恩以前黯然失色 如今变得五彩缤纷了 东恩先刺激叫霸 说一直都在看笑霸的节目 还经常评论区留言呢 姐姐不会生气吧 然后回怼一号 你不是没见过五彩缤纷的世界吗 东恩显然是戳中了一号的痛点 因为色盲是他最不愿提及的缺陷 接着东恩一副胜利者姿态转身离去 留下有气没地撒的施暴者们 晚上一号依旧气得没能缓过来 转而把气撒狗腿身上 还让狗腿去调查东恩 殊不知狗腿已经和东恩合作 狗腿赶紧装傻转移话题 问一号莫非和东恩打扑克了 惹得一号一顿臭骂 这时一号约的牌友到了 狗腿借机离开 避免一号察觉异常 然而牌友正和一号花钱跃下 结果因为染红发肌怒了他 一号天生就是色盲 红色在他眼里就是绿色 只要有人提及他的缺陷 他便会让那人不得好死 这天一号的贵宾带着富婆来俱乐部办会员 结果富婆看见风流的一号 便嗤之以鼻 完全不把一号放眼里 吐槽一号哗众取宠 一号刚被东恩气得不行 现在又来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一听富婆是笑霸的婆婆 他得罪不起只能忍气吞声 短短一天一号就吃两次瘪 殊不知他的晦气还在后头 女人一秒从太阳赶到地球 只为见女儿的新班主任 班主任正是曾经被他霸凌过的东恩 他不相信这一切都是偶然 东恩这是要从女儿入手向他复仇 这让笑霸觉得真荒谬 没想到被霸凌者还敢出现在他面前 问他想干什么 东恩来了剧 你是我的梦想啊偶像 不是说过还要见面吗 这让笑霸想起东恩退学前 曾找过他 说后会有期 没想到他还真做到了 嘲讽他一路走到这一定很辛苦吧 东恩说很有趣啊 气得笑霸大骂你咋不去死 东恩也不示弱 死了岂不是便宜你了 在这之前 笑霸接到女儿电话 女儿说今天换了个班主任 还说是妈妈的朋友 笑霸傻眼了 这个班主任正是被他霸凌过的东恩 曾经把卷发棒烫的他满身伤痕 把他逼退学了 然而东恩不但自学考上大学 还成了女儿班主任 来到教室第一时间就是定规矩 无论学生的家长是什么职业 无论家庭有多有钱 无论家长有多少人脉 都不可以欺负同学 如果谁敢违反规矩 家长再有能耐统统不管用 必须滚过来跪地求饶 东恩说规矩的时候 眼睛一直盯着笑霸的女儿 笑霸本想震慑东恩 没想到反而被气得半死 一文不值的女人在这装模作样 就在转身离开时 收到了高中班主任领和饭的消息 笑霸不可思议地看向东恩 第六感告诉他这一定是东恩的手笔 就在几天前 东恩去拜访班主任 明知他花粉过敏故意送花给他 差点让班主任提前领和饭 还在他面前和儿子套近乎 气得班主任拿花抽打东恩 还引起了周围邻居的注意 儿子赶忙把班主任送回屋内 问东恩这是怎么回事 东恩说要把班主任做的丑事 发到教育厅官网 这样你的饭碗也就没了 虽然你是无辜的 但是曾经的自己也是无辜的 儿子听完吓坏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 在屋内摆满了各种鲜花 只有父亲领和饭了 他的饭碗才不会被影响 很快 班主任因为哮喘倒在了地上 等到救护车赶来 他已经凉透了 校霸此时终于意识到 东恩不是装枪做事 他是真的来复仇的 如今站在这的是牛骨路东恩 这可把校霸气得炸了 第二天 东恩和高中唯一关心他的校医见面 校医发给他一张东恩同学的照片 同学也是被校霸他们霸凌过 但他没有挺过来 年纪轻轻便离开人世 虽然被警方判为自杀 可东恩当时就在事发现场 亲眼看见校霸把同学推下楼 东恩找维索男 要了施报者二号和三号资料 其中就是二号买面粉的账单 还有三号男朋友的信息 作为交换 告诉了维索男来钱快的方法 去太平间 那里有他想要的东西 等到维索男找到后 发现居然是同学的停试柜 这可让他惊喜万分 连忙询问凶手是谁 东恩给了他一张学生名牌 这是同学坠楼师手里握着的 名牌上正是校霸的名字 维索男太心急了 他要去找校霸勒索十块钱 东恩不在乎猥琢男要勒索多少 得到的钱他一分不要 只不过要让校霸亲口承认自己是凶手 而校霸每天都焦急地在家里等女儿放学 女儿一回来 他就立马去问有没有被欺负 听到女儿说没有 悬着的心裁放下 但校霸怎么也不可能想到 东恩一开始的目标就不是女儿 而是他喜欢下围棋的财阀老公 女人遭到霸凌 为了给自己报仇 他决定破坏校霸最在意的家庭 女人和老板下棋一局一个影 凭借他精湛的棋迹让老板苦叫连天 成功引起了财阀的注意 财阀被东恩棋迹和颜值吸引 不自知地落入东恩的圈套 第二天 财阀又来到围棋馆 却没看到东恩身影 内心失落准备转身离开 这时 他朝思暮想的女人从眼前经过 财阀赶紧抓住机会 心满意足地输给了东恩十个亿 为了多了解东恩 问他做什么工作 东恩的回答却意料之外 找单纯的男人去骗钱 伤他们的心 财阀越发对他感兴趣了 第一次见到这种性格的女人 对东恩目不转睛 这时两人四目相对 财阀后知后觉自己又输钱了 眼见东恩要走 立马挽留说再来一局一百亿的 殊不知自己已经越陷越深 之后两人在便利店聊天 财阀表示以后还想和东恩下棋 还递上了名片 东恩故意没有答应 这反而更勾起了财阀的兴趣 财阀不知这是东恩的计谋 东恩也不知此时被别人偷拍 第二天课上 校霸女儿和同学争论樱花的颜色 同学说樱花应该涂红色 女儿却不涂 东恩过去调解 发现校霸此时正在门后盯着自己 东恩借机故意把剪刀架在女儿肩上 吓唬一下校霸 果然校霸急了 一下课就找上东恩 让他随便开家 只要能离开这所学校 永远不会再出现 还说那是陈年往事了 没必要让他道歉了吧 东恩表示他不需要道歉 隐忍大半辈子 怎么可能只是为了道歉 当然是要校霸得到报应 接着无视教霸 拿出了女儿的话 表示已经知道女儿是色盲了 校霸立马慌了 因为色盲是遗传病 财阀并不是色盲 女儿其实是和一号偷吃生下来的 面对东恩的威胁 他有火却不敢发 校霸连忙找上校长 想通过贿赂让东恩离职 可校长无能为力 说东恩是理事长亲自安排的 这让校霸傻眼了 东恩早就计划好了一切 他安排女佣跟踪理事长 得知理事长和自家男司机有一腿 接着东恩拿到证据威胁他 只为了可以到学校担任班主任 理事长为了保住名声 不得不配合东恩 与此同时 女佣在机场里偷偷调包了三号手机 等到三号察觉不对劲时 手机已经到了东恩手上 里面全是三号和后宫的合照 接下来东恩要大开杀戒了 二号此时正在教堂里拜如来佛祖 结果一抬眼 发现东恩正在不远处盯着他 瞬间察觉不妙 果不其然 等到二号离开教堂后 东恩提着马皮带找上了他 二号嘲讽卑贱的人不配来尊贵的地方 东恩不但不生气 反而很好奇二号真的信会有神仙吗 二号说他亵渎神明 赶紧向神明道歉 东恩说神明不介意的 这可激怒了二号 东恩不但不示弱 反而说二号要下地狱了 气得说东恩是吸了吗 东恩说吸的人是你 二号惊恐地看着他 很显然东恩已经知道二号买面粉 而且靠猥琐男拿到了账单 东恩把袋子丢在地上 让二号十天内用美金把袋子填满 二号哪受过这种气 让东恩别不示好歹 东恩不带怕的 一把抓住二号头发 把他甩到一旁 因为二号长期吸的原因 头发轻易被扯下来一大把 东恩说还没胁迫二号就急了 轻烈地吹掉了手里的头发 解决了二号下一个目标会是谁呢 男人死到临头还不自知 他梦想着自己成为财法 还买了张机票去印度吃美食 就在刚刚 猥琐男从东恩那得知 高中同学死在了校爸手里 虽然警方判为自杀 但是东恩当时就在事发现场 亲眼看到校爸把同学推下了楼 同学到死手里都握着校爸的学生牌 这便是校爸是杀人凶手的证据 一直梦想报复的猥琐男了的何不拢嘴 想一次勒索教爸十块钱 接着他根据东恩指示 给施报者们一一拨打了电话 还打给了校爸的财法老公 可嚣张不过一秒 猥琐男被打趴在地 很快就领了盒饭 而猥琐男死后不久 财阀就收到一封秘名信 里面放了张猥琐男的名片 还有财阀和东恩在便利店的照片 显而易见 猥琐男化身为悲锅侠 财阀拨打了名片上的手机号 却提示对方关机 财阀为了搞清楚事情真相 找到了施报者一号 因为猥琐男是他的狗腿 可一号却说他也在找猥琐男 就在不久前 一号接到猥琐男电话后 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里面是一张亲子鉴定报告 施报者三号也同样收到了信 全是他和后宫的亲密照片 而二号受东恩胁迫 把麻痹袋里填满了美金 结果遭东恩讽刺死后要去天堂 因为活着就身在地狱 二号立马抓住他 问还不打算放过自己吗 东恩一把甩开转身离去 气得二号不停狗叫 施报者三号收到照片后 偷偷丢进了垃圾桶里 他眼里只有硕大的钻截 每天幻想着嫁入豪门 但富豪家里规矩多 准婆婆必须要他婚前体检 后宫家里三千的三号难免心虚 终于拿到了体检报告 准婆婆又要看他的资产证明 说不准三号欠了一屁股债 就在准婆婆不停挑刺时 突然看到熟人 开心地跑了过去 这人正是东恩 三号顿时傻眼了 准婆婆一点都不满意三号 更想让东恩嫁进来 这自然也是东恩的手笔 他通过猥琐难给的资料 故意到寺庙烧香拜佛 目的是接近准婆婆 三号瞬间察觉不妙 准婆婆看着理想儿戏离去 又回头看了眼三号 哪什么跟东恩比 更加嫌弃三号了 这下三号急了 连忙拦下东恩 要和他单独聊聊 两人来到一旁后 三号扑通跪了下来 向东恩卖惨说自己可怜 之前霸凌东恩是被逼的 求东恩放过他 东恩说他都还没干什么 你怎么就跪了 那接下来可怎么办 三号说霸凌东恩那会是年少轻狂 谁都会犯错了 东恩表酱子 东恩可不吃这套 直接从火堆里拿起滚烫的木棍 朝三号脸对过去 吓得他惊慌失色坐在地上 东恩嗤之以鼻 嘲讽三号没碰到就害怕了 之前每天这样霸凌自己 难道一点都不愧疚吗 三号应付式道歉 完全没放心上 只担心东恩会向准婆婆揭穿自己 夺走自己的豪门梦 还说现在都没了工作 如果连嫁入豪门也没了会生不如死的 东恩嗤之以鼻 三号见东恩不识抬举 终于暴露恶心的本性 破口大骂东恩见人 到底想干什么 东恩知道三号丢了手机 三号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接着东恩就把手机丢在地上 三号立马认出是自己手机 彻底慌了 手机里有他见光死的秘密 如果东恩向准婆婆揭露他的丑事 后果不堪设想 三号冷汗直流 立马抱住东恩大腿 要给东恩当牛做马 他需要什么 自己立马去做 东恩让他立马去申报猥琐男失踪 以猥琐男做突破口 击垮施暴者们 男人被戴50年绿帽不自知 一把屎一把尿袋大的女儿也不是自己的 还被前来的情敌挑衅 对方趁势来看私生子的 财阀心里咯噔了一下 第六感告诉自己被绿了 上次无意发现了 施暴者一号经常抽的烟 和老婆总抽的居然是同一款 而且这两人是青梅竹马 这不免让他对老婆怀疑 试探性地问老婆 是不是经常跟一号还有猥琐男见面 笑爸说只是偶尔去一号店里试衣服 猥琐男最近联系不上 还对猥琐男过急 问财阀是不是也被对方威胁过 财阀听完很疑惑 为什么一提到猥琐男 你们就会认为是不是被威胁了 笑爸愣在原地 财阀也不追问 他已经猜出大概了 笑爸察觉财阀很反常 难道除了问他还问过谁 他赶紧到财阀车里 查询老公最近去的地方 发现居然是一号的俱乐部 这让他慌了 他立马起身找到一号 质问一号是不是想破坏他的家庭 结果一号火气更大 问笑爸的女儿到底是和谁生的 笑爸赶紧装傻 一号掐住他脖子 把他推到了墙上 不停质问女儿他爸到底是谁 笑爸一把甩开他 你一不停地问 还让不让我回答了 结果前一秒还吵架的两人 下一秒又打起了扑克 东恩坐在公园里 不禁想起了交他围棋的乳正 这七年乳正都时不时会给他发信息 可东恩却从来没有回复过 感觉十分愧疚 给对方发了药物的照片 咨询药物的功效 收到消息的乳正开心地蹦了起来 借机约东恩面谈 两人时隔七年再一次坐在老位置 东恩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 乳正回答东恩那个要是治疗勃起的 建议东恩换个健康的男人 借机推销自己那方面就很行 东恩老脸一红 坦白就是想找个机会和乳正见面 他误会了 乳正再一次向他表明心意 说东恩想做什么做什么 同时和他谈恋爱就行 他会让东恩幸福的 东恩听完忍不住笑了出来 这是乳正第一次看见他的笑容 东恩在某些时刻 真的想过要不要放弃复仇 跟眼前的男人谈一场恋爱 但是支撑东恩活下来的就是复仇 又怎么可能放弃 东恩告诉乳正 他不需要王子 而是一个能和他一起 跳剑舞的柜子手 过了几天 东恩在汽修店修车 修车宫正在烤肉 那种刺辣的声音让东恩瞬间恐惧 脑海里不停闪过被霸凌的回忆 虚弱地直接跪在地上 呼吸急促 他狼狈不堪地找上乳正 这副模样让他心疼 劝东恩放弃复仇 复仇之后只会身处废墟 东恩见乳正纯洁无暇才会说出这话 忍不住笑了出来 当着他的面挽起袖子 露出手臂上的伤疤 汝正看后满眼心疼 他不敢相信施暴者如此残暴 东恩说你才看到这一点就受不了了 接着起身走到月光下 把衣物全部退去 满身刺眼的伤疤暴露无遗 汝正大脑荡击了 不敢想象东恩到底经历了什么 大老爷们都忍不住煽然泪下 汝正痛恨这群施暴者 要帮东恩复仇 成为和他一起跳剑舞的柜子手 女人居然在男人面前脱光衣服 一身刺眼的伤疤暴露无遗 这都是曾经被霸凌留下的烙印 汝正不禁煽然泪下 他不敢想象东恩到底经历了多少痛苦 终于理解东恩为什么执着复仇 决定要帮他一起解决施暴者 东恩要宰谁他就直接上 这让一直孤苦伶仃的东恩感受到了温暖 他并不打算要施暴者的命 心死了才是真的死了 应该让施暴者失去全部在意的东西 让他们在惶恐中度过余生 东恩的计划 顺利让财阀怀疑老婆和一号友一腿 找来三号打听他们的事 还送了昂贵的包包 殊不知三号如今是东恩的线人 向财阀透露说他们不仅是青梅竹马 还是校园暴力的始作俑者 残忍霸凌了东恩 当年东恩刚入学不久 校霸就逼他打扫卫生 遭到东恩拒绝 他们就开始霸凌东恩 用卷发棒烫身体 还不停掐他脖子 把他当沙包揍 不给他一点的喘息机会 导致东恩满身无法消除的伤疤 这真相对于财阀来说如同雷霆暴击 想起东恩曾和他说过的话 他曾经用自己的人生去赌 正打算要赢 此时他终于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 也明白东恩接近自己是复仇的一环 心烦意乱地来到了围棋广场 一个奇迹高超的小伙子引起他的注意 此人正是汝正 财阀自然想来切磋一下 两人第一次正面交锋 财阀问他为什么来下棋 汝正说是来帮朋友复仇的 财阀笑了 这是在和平年代 不能用枪吧 汝正说可以用刀啊 财阀意识到他是认真的 口中的朋友便是东恩 但老婆的暴行他再有钱也洗不清 夜晚 财阀质问孝爸和东恩是怎么回事 孝爸装听不懂 死不承认爸凌过东恩 看着毫不愧疚的老婆 财阀彻底无语了 就在这时 施暴者们收到消息 有人向警方申报猥琐男失踪 然而他们每个人都不干净 警方一旦介入调查 他们一个都跑不掉 东恩把勒索二号的美金给了女佣 让他送女儿出国流血 一开始答应处理他老公的事情 就在女儿出国后执行 这样女佣就可以不用提心吊胆生活了 然而 孝爸找的私家侦探查到了东恩住址 就在孝爸家对面 每天都能监视他的一举一动 孝爸冷汗直流 等他来到屋内 直接愣在原地 墙上密密麻麻贴满了施暴者的照片 上面全是15年来他们的所有罪证 孝爸头刀要炸了 这时身后的门被打开 孝爸以为东恩回来了 可一回过头 他傻眼了 来的人不是东恩 居然是他的财阀老公 这时 汝正根据东恩的指示 来到了太平间 准备检查被孝爸杀害的同学尸体 可当打开停尸柜时 里面的尸体居然不翼而飞 而东恩独自下着围棋 里面的棋子就像是局里众人 谁也不知道下一步棋会下在哪 最后的赢家又会是谁呢 第一季正式完结 剧中为第二季埋下了许多伏笔 杀害为所难的人有双绿色高跟鞋 而拥有这款的布纸叫霸 还有三号 同学的尸体又为什么不见了 计划暴露的东恩 第二季为大家逐一揭晓